Hello 大家好 我是大脸猫猫姐 欢迎大家来到我的油管频道 我们今天看一下为大家带来了什么样新的知识 第一集 2019年5月 特朗普把华为列入实体清单 美国公司未经批准 不得销售产品和技术给华为 2019年9月 Google不会在华为新设备上 遇在谷歌移动服务 Google Mobile Services GMS 2020年2月 华为宣布自家的华为移动服务 Google Mobile Services HMS正式出海 2020年9月 华为将宣布推出HMS Call 50版本 华为手机在这两年之间 经历了太多风雨 他们在硬件被断供之时 使用各种备胎手段支持下来 在软件被断供之时 也采用了自家的HMS Call 来当替换 到了2020年年中 华为实体手机仍然卖得很火 更成为全球最大的手机公司 但是 没有Google软件支持的华为 还能有所为吗 这回 虎秀趁着华为向媒体解释全新的HMS 50服务之余 让我们深入分析没有Google的华为 究竟过得怎么样 为什么GMS如此重要 为什么华为手机没有Google的支持 就好像会世界末日一样 非得搞个HMS来取代不可 也许大家已经听过无数次原理 但我们仍然必须再次重温GMS是什么 虽然Google已停止 向华为手机供应Android作业系统 但Android架构其实分为两大部分 一份是完全无需授权的开源版本AOSP上有 另一个是带GMS核心的Android上座 因此 华为可以无需Google授权下 继续使用开源版本的Android AOSP系统 但真正对华为带来严重冲击的 是华为无法继续使用Android当中的币源项目 Google移动服务 Google Mobile Service GMS GMS是一套应用程序合云服务 包含了俗称谷歌全家桶的各种Google服务 例如Play Store商店 Search搜索 Mail邮件 Naps地图 YouTube视频等众多APP 同时包括众多系统级的API接口 以及Google Services Framework服务框架 也许内地用户可能认为我从来都不用这些应用 为什么华为没有了它就会感到困难 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 国内的手机大多不能使用各种Google应用 所以对此无感 但在欧美市场来说 Google应用就如中国的微信 须余都无法离开它 而且Google应用市场的主要入口 Google Play也在内GMS全家桶之内 没有GMS的话 部分欧美手机用户可能连安装应用也有困难 也许大家也会觉得反正Android是开放的自己下载个APP就能安装吧 这也不可行 华为手机没GMS就得不了Google认证 在大多数情况下均无法使用Google各种服务 大家可以把GMS想象是内嵌在手机内 用来接驳Google应用的货轮的货运码头 Google公司的货轮 没看到自家的码头 就不会肯靠岸卸货 尽管华为近年积极通过各种服务 取代Google原生的服务 而且不少的Google服务 也可以通过浏览器使用 所以影响还是有限 但问题是GMS内嵌在Android作业系之内 Android各种系统接口 也默认使用Google的各种服务 所以不少欧美的应用开发者 在使用各种基于云端的功能 例如定位功能 语音识别或是支付功能 也会默认使用Google的服务 当这些应用在缺少了GMS核心的华为手机上跑 Google的货轮同样因为看不到GMS码头 而不愿卸货 导致这些应用要不就是无法使用 要不就是闪退 因为YMateNet为缺少GMS核心的华为Mate 30 Pro进行测评 虽然高度评价Mate 30 Pro的拍摄能力 但也因为系统的各种问题拖累上图 只能说它是最好也是最坏的智能手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能力 感谢观看